眼前热闹缤纷的景象 一看就知道是台东的陆野高台 它是台湾观光的亮点 也是地刻变动的大舞台 陆野高台像君王般处立在两大板块交界的花东庄屋上 从高台上望出去的美景 是千万年来大地变动的风景 高雄一千多四百公尺的豆兰山 就在我们眼前 然后原作这个往洞车去 它下面就是贝南西流动 那豆兰山所谓的太平洋的海板块 全原作菲律宾海板块 一千多公里之外的火山 在这个一千多公里之内推往台湾这里 终于今天的两个块和在一起 我们看到这个大自然的场景就是这样子 让千年千万年的尺度的东西 瞬间搬到现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陆野高台正对面的贝南山 地质学界把它跟高台看作一对兄弟 陆野高台跟贝南山 其实它在形成的时候 它是一体的 都是中央山脉的大河 包括陆野溪、陆辽溪 一起把中央山脉大量的石石头 往河里面带 那形成了谷河接地 那这谷河接被两侧的 一边是中央山脉 一边是海岸山脉 被挤压 那它从原来的水平的河接堆 这一堆几乎被几层的陆野高台 陆野地区最发达的是河接地形 地质学家从远处清楚地描绘出陆野高台的河接 我现在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 用地质学家眼光把它画出来 中间这高起来的丘就是陆野高台 高台下面有好几阶平平的 这是阶地 陆野溪就在下面这边 所以这些好几阶就是陆野溪的阶地 有一阶 两阶 三阶 四阶 给它符号叫做T 就是阶地一 阶地二 阶地三 阶地四 阶地适合人居住耕种 高台下方的荣田阶地 地质学家发现 阶地有四五千年的历史 意味着这四五千年 有大规模的地震诱发的山崩土石流 做成上游中游的沿塞湖 在好雨过会崩掉 瞬间之间大量大量的土砂土泥溢出来的河道 那变成是河街 那在这个慢慢抬升的过程之中 河床也往下切 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在几千年之内 有几阶的河街在呈现在我们面前 大地的变动永不止息 板块的挤压造就入野高台 也造成断层 入野断层透过入野高台下面 荣田接地的光荣路 地质学家在这里 发现地层台深的证据 光荣路上面会发现这个路 看起来是高高低低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断层癌上面 那从地表的观察 我们知道这个癌就是 路野断层的断层癌 断层挤压造成这个癌 大概有12到15公尺高 越高的河间年纪越老 路野高台最高也最老 是这里的帝王 地质研发这个过程 完全在可以千万年尺度 千万千公里的尺度 的发卖的硕程 都呈现在我们一起 大家都在一起 非常是难得的一个机会 来看得到这样一个地球 板块造的地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